男朋友第一次来我家开门就说 好家伙 你家门能承受你这么多零件 这都挂的啥 我说这全部都是磁吸的 拆快递在门上找剪刀 看电视到门上找眼镜 下面的开口盒里还有擦眼睛清洁片 到家门上找拖鞋 雨天出门前随手拿雨伞 就算开门也不看到过 男朋友说你家客厅得有用力吧 我说还真让你说对了 电视还可以调节任意角度 坐在餐厅吃饭也可以放心追剧啦 他说这个又是啥 我说这是个滑雪机 在家也能搞个健身运动 他说旁边这个吊柜里面装了啥 我说全都是家里常用的弹火小工具 想用时候随手拿取 百人拖地神器 平时我可以随时拿出来用 用完都能放到吊柜里充电 男朋友问我 你为啥买这么小的新衣机 我说有了它我就不用来手搓内内了 洗衣袋是仿人手足洗的 我们一人一个内袋干净用卫生 三种模式 切换 我一般会用高温煮洗 内内洗出来热腾腾的 一手洗更干净 幸福在直线上升 男朋友说这水管转转筒竟然还没坏 旁边的喝水装备倒是挺多 我说作为养生女孩当然要每天喝熟水 这个喝水神器是可以把水先烧开到100度 再降到我想要的温度 三秒就出熟水了 温度和水量也有十多档 可以随便转圈圈 平时泡茶或者冲咖啡很方便 4.5升的水箱也不用反复加水 喝水汽油适合我这个来人 男朋友说你之前买着乱扬的衣服呢 我说只要一个筒 筒筒一分钟搞定 旁边他的兄弟还能自动张嘴让我投胃 男朋友说你真是懒到家了 他又说你转梳妆台上怎么还放我的台灯 我说他还是个化妆灯 角度可以任意调节 化妆的时候又冷光 持续按一下就可以调节明亮 平时晚上也可以不开主灯 把它放在小桌板上贴天心吹去 眼睛也不会不舒服 框角薯片的感觉自己体会 他说你家这个小房子能干点啥 我说放我的餐具用品啊 他又说你家这个餐厅也不怕砸到头 我说这酱做法是氛围感 男朋友说你家有啥吃的没 我立马就用这个绿色的烤箱 给他做了一个华夫饼 还烤了一个的大汉堡 底下配上水果气泡水 这下可以一边吃一边追剧了吧 他说牛就一个字 我真的好想再说第二次